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操纵别人的选择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歌手风一东 风一东是厉害年轻歌手 他为我们以录制节目的名义请到了设置组 主持人张腾月带着他走向化妆间 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进入了一个陷阱 接下来发生的事将让他惊讶不已 每天我们都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 当然这其中有不少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理性的思考之后做出的 但是您注意过没有 其实您的选择当中有不少都被一些 你根本没有注意过的因素干扰了 化妆间里风一东开始化妆 张腾月则站在一旁跟他闲聊 突然张腾月表示口渴 请现场工作人员滴了杯水 喝完水后张腾月将杯子放在了化妆台上 青马克不认试出事吗 青马克 青马克不认试出事就爆了 所以价格高 看着铁子 对 在说这个事 张腾月的思维似乎有些跳跃 很快他又跟风一东聊起了热播的一档真人秀节目 那个什么百变大咖秀参加 那个打算的 这个计划 那个我觉得挺好 那个今年收视率很高 对 不知道 但是你说百变大咖秀这个大咖 这个词怎么来的 大咖 大咖 大咖一般在娱乐圈大咖指的就是自身经纪人的意思 哦 没过多久开始换张腾月化妆 这时候他又换了另一个话题 现在香港有一种那种化妆的 就是不是为了对付高兴的机器吗 嗯 就跟小喷壶一样 是吧 然后那个往脸上一喷就飞上去一层 飞上去一层 然后那个卸妆的时候 也是直接这么一接 就整张皮就接下来 对付高兴的 哎 你想喝什么 喝点饮料 等会吧 嗯 啥饮料都不喝 这时候工作人员表示无外就有饮料 不用不用不用 想想啊 有热的吗 有热的 好好好 有热的 咖啡 咖啡有吗 你打开你这家的盒子 嗯 哪个 就打开这个盒子就剩了 嗯 这是白宝箱吗 对 白宝箱 嗯 哇 这么棒 你是怎么想要要选咖啡的 我就是突然想喝了 这么巧啊 这绝对不是巧合 让我们仔细再看一遍 在张腾月和风一栋进门之前 咖啡就已经被工作人员摆在那里 哎 你想喝什么 请注意 主持人问的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他并没有问风一栋想喝茶还是咖啡 但风一栋却恰恰做出了这个选择 咖啡 咖啡有吗 咖啡也正是我们唯一准备的饮料 我就是突然想喝了 这么巧 风一栋认为这是随机的选择 但事实上这个结果早在我们的控制当中 可能你没注意 墙上的装饰化分别是穿咖啡色裙子的女人 射箱猫 犯困的人等等 另外化妆师用的化妆刷 沿灰缸里的咖啡渣 甚至化妆间里的围帘 是不是都是咖啡色的 再回过头来看 他们俩刚进门时 这张画是不是也和咖啡有关 当然 主持人那些看似有些跳跃的画 也是有设计的 百分之大杂是有穿的 其他都不是一样水爆 说是价格高 往脸上一喷就飞上去一层 当然了 张腾月突然要水喝的环节 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请认真看看被身上的图案 好神奇 真的好神奇 那我真的能喝吗 当然是可以喝的 对对对 这真的吧 对 我尝尝是不是真的 绝对是人生咖啡 放心吧 味道还不错呢 这个其实就是 人质加工中的一种 我们说的有启动效应 然后启动效应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所做的一些加工 尤其是你没有意识到的那些加工 对你之后的一些加工 或者是思考 或者是什么的 它会产生一个影响 然后那么你们这些实验里 一系列的那些什么 环境设置 然后话语 还有这个颜色 所有所有的信息 都会影响到他后面的这个决策 经理学家已经发现 别人看过黄色这个词之后 他认出香蕉这个词的速度 会略微加快 在释放了金钱相关的暗示后 人们则会显得更加自私 吃快餐会减少人的耐心 现实生活中 一种被商家熟练运用的启动效应 就是在价目表上 加上一项原价 让顾客认为 自己买到了折扣商品 你对生活中自己做出的选择 感到自信吗 魔术师王家宝 即将与观众做一个游戏 你也许会在其中 看到自己的影子 你好 我这里有两个美女的照片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可以用手指给我看吗 这个 这位参与者选择了画面左侧的美女 不知道您是因为什么喜欢她 您能拿起来帮我描述一下吗 皮肤 皮肤 你觉得这个皮肤比她好 笑容也比她好 是吗 您把它夸得这么好 你有没有发现 一开始你选的是她 原来参与者最初选择的这位美女 王家宝在把照片推给参与者时 照片就已经被调换了 她后来评价的 其实不是自己最初选择的那位美女 我这里有两个美女的照片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比较喜欢哪一个 这个 这个是吗 你喜欢她哪些特别 白点吧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这个 这个是吗 因为她眼睛比较漂亮 耳朵吧 因为我看人的要求就是第一看眼睛 然后就是看她的耳朵 左边的 这个是吗 我感觉这个笑容挺新的 首先是这个比较白一点吧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 然后她带笑容 然后我特别喜欢 就是她的笑容比这张会比较有亲和感 这一位参与者并不是特立 我们一共测试了13名参与者 其中9人都没有发现照片被调换 您夸了她这么多 你有没有发现一开始您选的是这一张 这个还没太注意 是吗 对 按照错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发现是这个问题的 对 都是白的 我是眼睛有的不太合适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这是一部充满轨迹的片子 人们日常生活中做出的选择 可以被轻易操纵 那些令你自己都感到费解的决定 又是从何而来 请选择收看大脑轨迹 不管你最初喜欢的是哪位美女 你都会赞伤眼前的美女 只要我们自认为一个选择是自己做出的 那么我们就会寻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 让自己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类似这样的事情 比比皆是 在北京的一家酒店 我们安排了一场品酒会 前来品酒的参与者们被告知 他们将参与录制一档新的品酒节目 您请坐 您请坐 您好 您好 请坐 请坐 帮我们品鉴一下这两款红酒 一个是进口的 一个是国产 来 麻烦您先尝一尝 这是进口的 这酒相对来说更甘甜一些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个度数 可能这个度比较高一点 嗯 尝尝 怎么样 味道不一样 国产的酸度稍微的高一些 嗯 当然左边这个进口酒的香气 可能 可能比这个右边这个 我味上更加明显一点 频频红酒的人们认为 两杯酒是有差别的 但其实在他们进门之前 我们只是将同样的红酒 倒了两杯 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 人的选择很容易被耍弄 一些心理学的效应 也常常被商家运到销售之中 为了掩饰其中一个效应 我们安排了一场实验 在北京服装局院附近的一家检餐店 物园在我们的受益之下 张贴了一张价格表 价格表上有大杯和小杯两种选择 看起来大杯要比小杯贵出去不少 您好 这个经典巧克力小杯七块大杯十五 要一个这个小杯的 好嘞 小杯七块大杯十五 小杯 小杯的 小杯的就是普通杯子这么大的 大杯的比这么大 大杯小杯 小杯吧 小杯的 我们现在这个有大小杯 你要大杯还是小杯 小杯吧 小杯好嘞 小杯七块大杯十五 要小多吧 小杯 经典巧克力 小杯七块大杯十五 是吗 对 那就来一杯小杯 很多的就餐者都选择了小杯 接下来我们换一张价目标 大杯和小杯的价格不变 只是在他们中间加上了中杯这一选项 此时 交参者又会做何选择呢 那我要不斤巧克力吧 不斤巧克力 那那个 它一分小杯中杯和大杯 中杯的 中杯 大杯就比中杯都两块钱 而且比那中杯也大不少呢 那你是要中杯还是 那我要一个大杯 要一个大杯的 那它分小杯中杯大杯 你要哪个 中杯的 我感觉大杯比中杯 就贵两块钱 要大杯的 再来一大杯 要一大杯 要大杯的 那 放大杯热的 这是心理学中的诱饵效应 人们对两个不相上下的选项进行选择时 因为第三个新选项的加入 会使某个旧选项 现在更有吸引力 中杯作为一个新的刺激 激活了他的大脑的工作方式 他的计算 合理不合理 然后呢 又激活了他曾经的一个经验 他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线索 让你对价值产生一个新的判断 觉得他值不值 所以有人说 我有选择恐惧症 为什么呢 想一想 晚饭吃什么 哪怕说是 您去超市 就是随随便便的买上两个蔬菜的话 你也会发现 你可以选择的余地太多了 哪怕说是 我就想吃一根冰棍 你也会发现 有好几十个品种在等待着你 面对分房复杂的选项 许多人都产生了所谓选择困难症 在一个大雪天 我们设计了一个实验 来看看 当人们面临太多选择 无所适从时 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在一家超市 我们请来了一些观众 将它们分为两组 其中一组 让它们在一些货物中 进行选择 这边有方便面 这边有一些小零食 那边还有些洗漱用品 还有其他的食品 您准备选哪一榴 我准备选小零食 好利友 选好利友 选变香 而另外一组人则只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做评价 并不到货架上做选择 捏着鼻子捂着眼睛 就会分辨不出可乐和雪碧的味道 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不会 你认为现在大多数人有睡眠障碍 是什么样的导致的 以前可能会 但现在没有机会了 选择宿的观众一共做了上百次选择 而非选择宿的观众 则就一些问题 评价了相应长的时间 与此同时 我们的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准备着道具 一个水缸内装的是普通室温的水 另一个则堆满了冰块 水温被调到一摄氏度上下 当两个宿的观众结束了上一个环节后 他们立刻就被带到了这两个水缸前 参与者们首先被要求都将手臂在常温的水中浸泡一分钟 这样是为了让每人的体温都接近 接着再放到冰水之中 这项测试会揭示出什么结果呢 这是一部充满轨迹的片子 把架上的货物进行选择 另一组则只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评价 不进行货物选择 随后他们被要求把胳膊浸泡在一摄氏度左右的冰水中 主持人开始计时 让我们先来看选择组的表现 可以打算了吗 可以 好 现在 我受不了了 8秒53 真太亮了 好 一分钟 好 37秒82 37秒82 让我们再看看非选择组的表现 我起来了 好 你要坚持不了牛的啊 我放进梯下我想拿着 冰水里 好 一分56秒57 厉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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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分了 不是你真准备点跪 跪三分钟啊 来来我 你来这儿 结果显示 在超市货架上做了上百次选择的参与者们 人收冰水的时间明显短于没有做这些选择的观众 urrection 泡冰水这个环节是为了测试人们的自我控制力 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控制力越强 他就能控制自己的胳膊在冰水中浸泡越长的时间 心理的能量是有限的 你做了一件事的时候 它占用你大量资源 你就不能干另一件事了 通常我们只知道认知资源会影响认知资源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领域的相互影响 但这个实验你们就揭示了一个东西 是说认知资源也可以跨出认知领域 影响到跟情绪或者跟行为控制有关的自我控制 看起来选择太多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英国心理学家的最新研究也发现 购物的人在购物23分钟之后 自我控制力就会形同虚设 完全经不起打折的诱惑 进入到疯狂购物的状态之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选择与自我控制力相矛盾的时候 对成年人来说 可能是橱窗里的一件惹人的衣服 而对孩子来说 可能就是一块蛋糕 我们悄悄拍摄了一些五六岁的孩子 面对蛋糕时的样子 这些孩子被父母带到一个房间 大人在桌上摆了一块蛋糕 如果他们在一刻钟内都没有将自己眼前的蛋糕吃掉 就会得到额外一个蛋糕的奖励 就是这个孩子 而且是在一块蛋糕的 还有这个这些 stacked 我们在那里面跳 就像一个混血 一样这一块蛋糕 一样这一块蛋糕 那我先出去一会 肥子耳肉抓一会儿 要是一会儿我回来看看 甜食 尤其蛋糕 是孩子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 吃 还是不吃 这可难坏了孩子们 我们精心挑选的蛋糕上 入满了巧克力 奶油肠 或是坚果的碎屑 稍微触碰几下 似乎并不太容易被发现 孩子们以为屋子里只剩下他们自己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们之前隐藏在房间内的摄像机 记录下了一切 得外的奖励也很难让孩子们抵御住蛋糕的诱惑 选择的过程常常让人感到难以把握 不过在魔术室王家宝那里 不管选项有多少 事情总是显得处在掌控之中 我需要的一位观众 有没有人愿意上来 美术功底好一些的 这位女生 好好好 上来可以吗 好 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吧 我这里准备了一幅画 它没有上颜色 所以接下来就是需要你来选择 我站在前面 王家宝背对画板 让这名观众从四种颜料中任选出一种 我们向你保证 这些观众没有跟他串通过 现场也没有任何设备 能让王家宝偷看到观众的选择 拿好这罐颜料之后 拿起里面的笔去涂上这个画 这个兔子上面的上衣 观众给兔子的上衣涂上了黄色 好了是吗 还剩三罐颜料 再拿起一罐 刚才涂完了衣服 我们下来就涂上裤子了 这一次观众选择了蓝色 涂好了是吗 好像还有领结和鼻子 我觉得鼻子会比较可爱 所以先涂上鼻子吧 鼻子是红色 好 放下 还剩下最后一个颜色是吗 好 那用它涂上最后剩下的领结 领结是绿色的 好了吗 好 好 现在我就可以转过来了 我不知道你涂的会是一个什么 原来是这个样子 感谢 谢谢 好 这幅画是这位女士随机选择的颜色去涂出了这个样子 这边还有一幅画 是我之前自己涂好 可能是那天没有睡醒了 所以我涂的这个颜色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漂亮 还是有些香香 瞧 不管选择有多复杂 事情总是处在魔术师王家宝的掌控之中 哦不 要除掉他在北京欢乐谷里选择做过山车的那次 这是一部充满轨迹的片子 你的一个决定 一个态度 或是一个动作 都可能来自某些永远想象不到的因素 潜意识的秘密 就在 大脑轨迹